今天影片是跟Pony Effect的合作 Hey Baby Cars 今天的影片是跟Pony Effect的合作 我從高中的時候就有自己買Pony的彩動書來看 然後現在能夠接到Pony的品牌的合作 真的很開心 那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東西是 Pony Effect即將在4月20日新上市的新品 超離光水唇衣 今年完全就是乾唇人的一年 因為本季就是水亮顯唇彩的大回歸 而且不是一般的那種唇蜜而已 還要超高的飽和度 加上如鏡面般的水亮光澤度 那我先來介紹Pony Effect這款超離光水唇衣的三大特色 第一個就是它極度顯色 一層就可以達到超高飽和 你不需要另外再用唇膏打底 而且因為它很飽和有一定的持久度 不會一喝東西就掉光 像我剛才也是一直在喝東西 會沾染沒錯 但是你的唇彩都還是會在 第二個就是它的終極光澤 完全沒有在開玩笑的水亮度 裡面的複合金有成分 讓這款水唇衣亮到很像我們小時候愛玩的那種玻璃質 大家還記得嗎 再來就是它的絲綢觸感 它一點都不黏膩 很像奶油般的絲滑 可是卻輕盈無感 很舒適 我覺得在這個各大品牌都在出水亮型唇彩的時期 可以從中脫穎而出吸引到我的一個大重點 就是色系的選擇 Pony Effect這款超離光水唇衣 全系列總共有八個顏色 顏色都超級好看 沒有在開玩笑 我覺得不愧是Pony 它很了解現在的年輕人偏好的色系 顏色都很時髦 實用百搭 這八個顏色我今天都會上唇試色給你們看 然後也會示範兩種畫法 第一個就是薄擦的咬唇畫法 很怕駕馭不了深色系唇彩的人 咬唇畫法會是你的好朋友 用手指模糊掉唇圓的話 會有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再來就是比較霸氣一點的飽和畫法 你本身的唇圓很模糊 或者是薄唇的人 想要畫出比較立體飽和的效果的話 這款水唇衣很容易就能做到 因為它極度飽和 你不用唇線筆 單靠這個產品本身的海綿刷頭 就能描繪出很銳利的線條 那如果你沒有自信可以畫出比較精準的線條的話 是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先在唇峰打一個X 畫一個X 然後再描繪唇圓兩側跟下面 之後再把中間塗滿 這樣子會比較簡單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濕色部分吧 畫一個X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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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第一個顏色是Pumpkin Venage 誰不愛南瓜色 就是那種乾燥楓葉色 南瓜色 鐵鏽色 隨便你要怎麼說 再來是Hazel Varnish 超美的暖調 塗裸色 也是我現在嘴巴上面的顏色 我覺得這種顏色非常襯亞洲人的黃皮膚 超乾 最後呢是Icy Rose 完全沒有要退燒意思的乾燥玫瑰色 這上個顏色在一起算是太療癒了 你看那個光澤 超級水亮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大家別忘記4月20上市的時候 可以去靠櫃試試看喜不喜歡這款超黎光水唇衣的質地 OK 那就差不多是這樣子了 就這樣啦 掰